中国说中国2012年的国防预算将为6700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增加11.2% 强劲的经济增长继续推动中国军力的迅速增强 中国人大发言人李肇星星期天对记者说 中国国防开支将比2011年的实际开支增加大约676亿元人民币 李肇星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大国 但与其他大国相比 中国的军事开支相对较低 中国的军事预算在世界上位居第二 仅次于美国 美国国防部去年年底发表的一份报告说 中国扩展军力看来是为了防止外部势力 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进行干预 国际红十字会呼吁叙利亚当局允许人道救援组织 进入叙利亚反对派巨首的霍姆斯 为被困城中的众多居民输送急需的食品和其他救援物资 人权活动人士说 巴巴阿摩尔城区的人道局势极其恶劣 由于叙利亚政府均持续炮轰霍姆斯 该城区的食物 饮用水和电力供给都严重不足 红十字会发言人肖恩·马奎尔 俄罗斯人正在总统大选中投票 这次选举很可能使普京创纪录的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 二十多万名志愿选举观察员正在密切关注投票情况 他们希望避免出现去年12月4日议会选举中被反对派指称的舞弊现象 还有六十万网民登记 监视在俄罗斯各地将近十万个投票站安装的网络摄像机 现任俄罗斯总理普京期待再次担任总统职位 他从2000年至2008年曾经担任两届俄罗斯总统 按照俄罗斯宪法 普京不得连任三届总统 一次选前民调显示 预计普京将获得至少62%的选票 从而避免进行决选 伊朗议会大选公布的部分结果显示 现任总统埃哈迈迪内贾德的保守派对手 在争夺290个议会席位的对抗中占绝对优势 他们已经赢得全国的几个选区 各省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忠实支持者在选举中领先 而总统的支持者屡屡实力 预计选举最后结果下个星期公布 伊朗主要的反对派和改革派团体 抵制了星期五的选举 这次选举不会对伊朗外交和能源政策 产生太大影响 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 轻而易举赢得华盛顿州党团会议选举 这一胜利加强了他的竞选势头 下个星期二美国有十个州要进行共和党党内总统选举初选投票 所以叫做超级星期二 超级星期二选举有可能决定 谁将在11月的选举中与总统奥巴马对决 星期六在党团会议选举中 罗姆尼获得38%的选票 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保罗 以27%紧随其后 前美国联邦参议员桑托勒姆 获得24%的选票 而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 以10%远远落在第四名 以上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海峡论坛